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些全球热点新闻 首先是日本对中国的芯片制造设备出口限制的消息 彭博社报道指出 丰田汽车私下向日本官员表示 如果日本进一步限制向中国企业销售芯片设备 北京可能会以减少对日本汽车生产所需的矿产供应来回应 中国外交部则强调 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 是他们的优先任务 并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胁迫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印度总理莫迪的基辅之行 最近的报道分析指出 莫迪的访问不仅是对乌克兰的支持 也是向西方传递了一个信号 印度在地缘政治上正试图平衡中俄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在中国日益崛起的背景下 印度希望能够借助与美国的合作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这次出访的时间 恰好与中国总理李强在莫斯科的访问 形成了鲜明对比 显示出中印之间的微妙外交博弈 最后我们来聊聊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的访华行程 这次的会谈引发了外界对拜登 是否会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前访华的猜测 沙利文此行不仅是为了稳定美中关系 也可能是在寻求拜登的访华安排 这一系列的外交动作显示出 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但双方都在寻求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以避免未来的冲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限制出口芯片制造设备恐遭中国报复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彭博社报道称 丰田汽车私下告诉日本官员 如果日本进一步限制向中国企业销售芯片制造设备 及提供相关服务 北京可以通过削减日本汽车生产所需矿产的供应 来应对这些限制 报道说 几位中国官员在最近的会议上多次向日本官员阐述了这一立场 路透社记者 本周一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我不知道有关消息从何而来 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 始终执行公正合理非歧视的出口管制措施 个别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 将正常的经贸合作政治化 泛安全化 又压他国搞对华科技封锁 人为扰乱全球产供链稳定 中方对此一贯坚决反对 我们希望相关国家坚持市场原则与契约精神 抵制经济胁迫做法 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丰田汽车一名发言人表示 该汽车制造商一直在考虑通过最佳采购策略 来满足客户需求 这不仅限于矿产资源的采购 日本政府从今年7月23日开始施行 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的修改法令 追加尖端半导体领域的23个品类 为出口管制对象 这与美国所推动的 遏制中国高端芯片制造能力的努力相一致 路透社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全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断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德语媒体莫迪基辅之行中的中国因素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去年年初 俄罗斯亲屋战争爆发一年之际 印度总理莫迪曾到访莫斯科 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热烈拥抱 不过 新苏黎世报文章认为 莫迪访俄只是传统盟友之间的例行公式 其意义完全不能同莫迪此次的基辅之行 相提并论 这篇题为 莫迪在基辅向西方发出信号的长篇分析文章写道 俄印伙伴关系 可以追溯至冷战时期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 印度一直是俄罗斯为可靠盟友 以及先进武器的供应国 直到今天 俄罗斯仍对印度具有重要意义 认为 俄罗斯是欧亚大陆上 对中国的重要抗衡 对于印度来说 一旦巴基斯坦 中国和俄罗斯三个河大国走得太近 无异于一场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噩梦 一段时间来 俄罗斯同中国的密切关系 令印度深感忧虑 在印度看来 同中俄两国共同出席一些多边合作机制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其中就包括金砖集团 以及囊括多个欧亚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 与此同时 西方在印度地缘政治战略中 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而这一战略的核心就是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进行管控 至迟从2020年5月这中印再度爆发边境冲突后 印度就已经将中国视为其紧迫的安全威胁 并期望借助美国来遏制中国的霸权主张 2023年6月 莫迪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称世界正面临陷入无规则对抗的危险 并强调只有印美两国精诚合作 才能遏制这一趋势 莫迪表示 印度和美国在打造自由 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愿景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莫迪在演讲中称 美印日澳四国组成的安全对话机制Quad 是一支向善的力量 而中国则对该机制充满了敌意 莫迪出访基辅之际 中国总理李强也正在莫斯科访问 或许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但中印的外交取向由此可见一般 中国当然也对东欧有兴趣 莫迪访问波兰和乌克兰之前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今年5月在访问法国和塞尔维亚之后 则访问了匈牙利 这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匈牙利是俄罗斯在欧盟内最亲密的盟友 而波兰则是欧盟内俄罗斯最坚定的反对者 在俄乌战争问题上 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三个重要亚洲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立场 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 并以向俄罗斯大量提供军民两用产品等方式对战争提供支持 日本则义无反顾地站在乌克兰和西方阵营一侧 部分原因是日本认为印太地区面临同样的危险 因为一心希望成为霸主的中国也在不断提出领土要求 印度并不想明确选边站 但73岁的莫迪总理搭乘火车出访基辅 足以表明印度对乌克兰捍卫主权的支持 对于印度总理莫迪的基辅之行 及其对中印决利的影响 《世界报》写道 在俄乌战争中印度宣称中立并呼吁应以俄乌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结束冲突 但间接层面上印度与中国一样都站在了俄罗斯一边 并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提供了资金 同其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中国一样 莫迪的印度也从与俄罗斯的石油交易中获益匪浅 而这在战前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 为了在中印关系异常艰难的背景下 使中印俄三角关系能够保持平衡 印度也离不开俄罗斯的帮助 而随着目前莫斯科对北京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 新德里已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 这边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客座评论 拜登未来几周会访华吗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 50多个小时对中国的访问 让外界颇感意外 虽然沙利文和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 举行过多次秘密会谈 但此前都安排在第三国 唯一的一次是去年10月 因为习近平去美国参加APEC会议 顺道访美和拜登举行工作会谈 王毅飞了一趟华盛顿 和沙利文协调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此次沙利文特意跑到北京 来和王毅进行三天两夜的战略沟通 而且是在拜登政府处于看守的状态下 美中的这个安排颇有点不寻常 难怪外界猜测 沙利文此趟行程的真正目的 是要和中方协调安排 拜登可能的访华之事 美国安顾问有8年没有访问中国 沙利文也是在任期快要结束前访华 这本身反映了美中关系的紧张和纠结 尽管如此 对沙利文这趟毕业之旅 根据一些中方媒体的说法 有评论给予很高评价 认为是满分 沙利文无论从面子还是李子 要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从面子来看 不仅习接见了他 也和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霞见了面 算是中方对他的超规格接待 从李子来看 沙利文此行最大收获 是让北京同意 举两军战区领导视频通话 这是在美中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中方做出的8项反制措施中 涉及军事的一项 考虑当下的台海形势 和中非南海冲突解放军和美军战区领导级别的通话 对防止世泰华向美中军事冲突非常重要 这也是目前美国对华政策首要目标 当然 这不意味着中国在美方压力下就有所失 因为两军战区领导的通话 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 从北京的角度考虑 当下最大的政治就是恢复经济 让国内外对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树立起信心 这就要求北京营造一个不那么坏的地缘政治环境 尤其是周边不能起大的冲突 而在台海和南海这两个不仅是潜在 而且已经是现实的冲突点 美国的作用非常直接 美方如果管控台湾和菲律宾 这两地最多只会出现一些小规模的冲突 但如果美方鼓励乃至放纵台 非挑战中国 台海和南海发生大的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增 可美方如何管控台 非又和中国直接相关 特别在目前阶段 尽管拜登政府实质上处于看守的状态 但也因为拜登没有连任压力 如果他在美中关系上 做出在中方看来是鲁莽的举动 比如邀请赖清德访问白宫 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将是破坏性的 进而也影响到美国正在举行的选举 使得两党候选人不得不对华更强硬 由此产生某种变数 并导致美中关系进一步下坠 北京不能不要有提防 美方的态度转变 因此沙利文此访 同王毅的会谈 表明美中高端战略对话管道 并没有因为美国大选而受到冲击 对北京来说 提高了在美国大选纪 和政权交接纪美中关系的可预测性 而习和张同沙利文的会面 也凸显了北京重视 与美国的这种战略对话 有助于中美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 加深认识 防止冲突和误判 这对中方当然有利 此次沙利文和王毅的会谈 从中方新闻稿来看 前者表示 同意应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对方 竞争也应当是健康公平的 美国和中国将长久的 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存 美国的政策目标 就是要找到 让美中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办法等 这些表述尤其是 同意应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对方 如果和2021年3月 双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 2加2会谈 美方的表态比较 就知道 此话从沙利文口中说出 颇不易 安克雷奇的会谈 是拜登上任后 首次进行的中美高层对话 当时美方出席者 是沙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 中方出席者 是前外市委主任杨洁篪和王毅 沙和布两人用居傲的语气 对后者说 要从实力地位出发和 中国打交道 这也成为拜登四年 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之一 后来美国的政治人物 包括拜登在不同场合 都强调过这一点 当即引来杨洁篪一痛 我们不吃你这一套的 咆哮 据说现场火药味十足 如今三年多过去了 美方也很少再说这话 沙利文这次终于说出 同意应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对方 不管是不是因为主场在北京 而说的一番场面上的话 能够这样说 表明美方姿态的放缓 对中方而言 当然可以起到一种心理上的作用 那么沙利文此次访华 是否会和中方讨论 拜登访华的可能性 中方的新闻稿透露 双方讨论了两国领导人 接下来的互动问题 如果说 沙利文这次行程 亦在美国大选期间 稳定美中关系 不排除有这个选项 因为拜登访华本身构成当前阶段稳定美中关系的一部分 至少是有助于这种稳定的努力 中美外交的可能的先例 先来看拜登 他当然愿意访华 否则他就成为美国总统 在任四年 没有访华的第一人 拜登可能不愿意 开创这个自美中建交以来唯一的先例 因为这样就显示不出 他作为一个老练的外交家的色彩 拜登30多年参议员的公职生涯 大部分时间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度过 做奥巴马的副总统也深度参与对华政策 曾经多次访华 也同席见过面 所以拜登自诩 在对华外交上有丰富经验 但在四年总统任上 如果因美中关系的恶化而未能访华 不单是一大遗憾 也破除了他在对华外交上 这种老练外交家的人设 可假如他能在余下几月访华 则向美国社会表明 即使他在经济科技和地缘政治上 对中国施以极大压力 在围堵和遏制中国上 取得了相当大成效 可他仍然能够访问中国 足以显示 他在对华外交上守法的老道 并用最后的访华 作为压轴系 为他四年总统的任期 和公职生涯 画下圆满句号 另一方面 他的对华政策的外交遗产 既竞争又合作 以竞争为主 以合作为辅 在竞争中管控双方分歧 避免走向军事冲突 其继任者 也将不得不在相当大程度上予以继承 哈里斯不用说 假如胜选 至少在初期 他基本会照搬拜登的对华政策 哪怕是特朗普当选 也不可能公开推翻他的对华政策 就像他不得不一定程度上 继承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遗产一样 因为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华利益结构 然而 问题在于 拜登能否访华 不取决于他本人和华盛顿 而取决于北京 特别是习近平 一般的看法认为 从现在到美国大选 也就两个多月时间 拜登还能做成什么 如果他来中国 和他达成的共识 在美国选出新总统后 就不管用了 北京为什么要在此时邀请他访华 何况 拜登也是一个不履行承诺的总统 之前和他达成的共识 经常并不算数 但是 亦有中方学者持 不同意见 认为 北京有可能邀请拜登访华 比如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峰 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就研判 在中美领导人通话 以及在多边场合可能碰头之外 北京还是希望 拜登在卸任之前能访问中国 尤其是美国11月将举行总统大选 美国政客往往把中国当替罪羊 捞取政治资本 如果拜登能访华 不仅显示中美关系 不能轻易走向分裂 也有助于缓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压力 朱峰的这个说法 应该不纯粹是他个人的评判 也反映了目前北京的一种思路 正如前面所讲 拜登访华 让美中这种既竞争又合同 同时以竞争为主 在竞争中管控分歧的做法 形成美中关系的一种结构 要改变这种结构 在新总统初期 有一定困难 从而不至于使美中关系 再换了一个总统一时 就处于一种动荡中 此外 如果拜登访华能够成行 意预示着 在明年一月前 作为看守总统的拜登 不太可能再出台激烈的 对华打压措施 从而也就减少了 这段过渡期中美关系的 可能波折 不管能不能访华 两人的近期通话 或者在10月和11月 举行G20和APEC会议期间 两人见面 则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而如果拜登访华 最可能的时间会在11月3日 美国总统选举前 过了这个日子 拜登就没有必要访华了 邓宇文为政治评论员 独立学者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 共同主编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 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 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 文中评论及分析 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作者邓宇文 美国威胁二级 制裁让中俄小公司 较苦不迭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据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企业 在向中国的贸易伙伴 支付款项时 面临两项困境 延误和成本上升 这一困境 导致数十亿人民币的交易 无法进行 这一现象 在数月前 就已出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内部人士表示 这个问题在今年8月份 进一步加剧 中国虽然没有参加 西方对俄罗斯 因发动轻乌战争 而祭出的制裁 但中国银行 非常担心美国 对其采取所谓的二级制裁 今年6月 美国财政部发出威胁 将对同俄罗斯 有业务往来的中国 以及其他国家的银行 实施二级制裁 消息一出 中国的银行 立即行动起来 路透社援引一家 俄罗斯电商的话写道 在那段时间 所有到中国的跨境支付 都停止了 他补充说 我们后来找到了解决方案 但这大约花了三周时间 一种替代方案 是购买黄金 并运往香港 在那里出售黄金 并将钱存入当地银行账户 小公司受影响最大 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 2023年双边贸易额 占俄罗斯对外贸易 总额的三分之一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工业设备 以及消费品 对俄罗斯应付西方 制裁助一臂之力 与此同时 中国也是俄罗斯许多出口产品的重要市场 从石油天然气到农产品 中国对俄罗斯的进口 也存在相当的依赖 路透社称 两国大型企业的双边交易 尤其是俄罗斯原材料供应商的交易 仍然运作良好 遇到问题的主要是 一些经营消费品的较小型公司 通过第三方交易成本上升 知情人士表示 一些俄罗斯公司 通过第三国的中间商来处理交易 但这导致交易成本上升 从之前的零手续费 到现在的高达交易额的6%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 经济司司长比里切夫斯基 Dmitry Beryshevsky 8月16日 在一次会议上表示 中国和印度的大型公司 严重依赖美欧市场 他们被告知 伙计们 如果你们继续与俄罗斯合作 我们将切断你们 进入我们市场的通道 让你们无法呼吸 路透社 Try the table 极右翼 我才不在乎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很多人担心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在德国东部这两个州的议会选举中 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 在得票数量上 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不仅德国主流媒体 敲响了警钟 国际媒体也把目光 投向这次地方选举 英国《卫报》的报道称 萨克森和图林根州的选举结果 对肖尔茨领导的中间 偏左的三党联合政府 是灾难性的 这三个党 在两个州的得票率 都不到10% 而距离下一次 德国联邦议院大选 仅有一年时间 尽管在数月前 这一结果就已被预测到 但中间党派 没有能够扭转事态 选举结果的冲击波 传遍整个政坛 报道提到 在图林根州成为 议会第一大党的选项党 AFD 在该州 以及萨克森州的分部 均被宪法 保护部门定性为右翼 极端主义 而图林根 30年纳粹党就是在这里 赢得了第一次州议会选举 进而在三年后 在整个德国 攫取了权力 回望纳粹阴影 纽约时报的报道 也提到了德国的纳粹历史 纳粹统治在德国结束 近80年后 一个极右翼政党 在德国的两个州的选举中 表现如此出色 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 尽管如此 这一结果 对德国联邦层面的政治的影响 可能仍是有限的 尽管周日两个州的投票率 创下新高 但这两个州的选民数量 只占全德国选民的7% 而且 选项党寻找执政伙伴 也将十分困难 所有在周日选举中 赢得议会席位的党派 均明确表示 不会与该级右翼党派合作 这一策略 将进一步孤立 级右翼选民 旨在确保政府的民主稳定性 尽管如此 选举仍将产生 难以预测的连锁反应 尤其是联系到 去年还不存在的 极左翼政党 BSW的成功 在较小的图林根州 近一半的选民 选择了极端主义政党 这将迫使个政党 在未来几周内 做出艰难的妥协 如果他们的领导人 要创建一个稳定 有效的政府的话 政府不作为 就该下课 德国电视两台 CDF主编在晚间 新闻节目中 发表评论指出 1939年9月1日 德国袭击波兰 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85年后 2024年的9月1日 在德国的图林根州 一个被宪法保护机构 认定为右翼极端主义的政党 成为最大的政治力量 其州长竞选人 不仅讲话 像一个法西斯分子 而且人们 也可以公开这样称呼他 这让人难以承受 也让这个9月1日 成为一个政治路标 和对后人的警示 在图林根和萨克森 超过30%的选民 把票投给了极右翼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不是新纳粹 但同样令人震惊的是 他们并不在乎自己 选了极右翼政党 对在联邦 共同执政的社民党 绿党和自民党来说 这个选举之夜是一个灾难 作者认为 德国的民主力量 现在应该团结起来 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要证明他们 能够解决问题 有行动能力 如果交通当联合政府 做不到这一点 就应该下课 甚至提前下课 傻瓜 关键问题是移民 法兰克福汇报的评论指出 周日的州议会选举结果 给所有的民主力量 敲响了警钟 对肖尔茨领导的政府 更是当头一棒 表明牵动人们神经 和决定选情的 最终是移民问题 在联邦层面 这些蛊惑者和煽动者 不会轻易取得 像在萨克森和图林根 这样的结果 然而 这样的选举结果 必须成为 对所有民主力量的 一个警讯 表明如果大量民众认为 政府的决策 和作为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政治力量的倾斜 可以发生得如此之快 如此持久 瑞士新苏黎世报的 评论标题是图林根 选民对交通灯政府 亮出红牌 作者写道 选项党的胜利 欢呼证明 无论是国内情报部门的报告 政治对手的警告 还是忧国忧民的社论 许多选民 根本不会为之所动 选项党 已经是德国东部 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 政治力量 尽管 或者正因为 其在图林根州的领导人 或刻意渲染不满 和对立著称 普京的代言人 意大利的《共和国报》 则从另一个角度 审视德国这次地方选举 作者写道 克里姆林宫 在欧洲的中心 现在有了代言人 俄罗斯总统 取得了一个不同寻常 也令人不安的政治胜利 法西斯主义的右翼选项党 和怀旧的左翼党 加上如 法国国民联盟 意大利北方联盟 等其他欧洲政治势力 是普京在欧盟的前哨 他们用一种表面上的 争取和平 掩盖对乌克兰战争的 不负责任的态度 综合报道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 或观点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 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中国医保 费用年年涨 基金管理 不透明导致振振民怨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国家医保局上星期一 8月26日宣布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缴费标准 今年上涨人民币20元 达美人 每年不低于人民币400元 约56美元 引来振振民怨 对此 经济学者分析 中国医保年年调涨 对低收入者 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同时 由于基金管理不透明 医疗服务品质 没有等值提升 这会平添民众 对医保制度的不信任感 自2014年来 中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年年有30至40元人民币的涨幅 相较之下 今年人民币20元的涨幅 已经是10年新低 但这10年间 医保费从2014年的90元人民币 翻涨于4倍至现行的人民币 400元仍让不少民众择舌 医保费用为何年年涨 到底中国的城乡居民医保费 为何年年涨 第一财经 8月27日报道 城乡居民医保基金近年成 仅平衡状态 因为医疗费用年均涨幅 皆达10%以上 远高于居民医保 5%至6%的筹资增幅 该报道强调 中国政府考虑经济下行压力大等因素 以尽力 少涨一点 试图为民怨灭火的意味浓厚 对此澳大利亚穆纳什大学的经济系教授 史赫玲说 随着医疗技术进步 人均寿命延长 各国医疗费用逐年上涨是趋势 比如澳大利亚历年医疗费用 约年增4%至9% 反观中国 医疗费用年涨10%以上 似不服国际趋势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 8月26日发布最新的 2023年 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当年度全国卫生总费用 约9.06万亿元人民币 人均卫生费用在6424.5元人民币 相比2022年的人均年涨近7% 而2022年 则比2021年的人均卫生费用 年涨于12% 在台北的台湾国防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 副研究员王战喜说 中国医疗费用 涨速四不合理 他说 中国医疗机构高度市场化 以追求盈利为宗旨 连公立医院都通过涨价来获利 导致医疗品质的提升 远不及医疗价格走涨的速度 王战喜还说 中国扶贫政策 将低收入人口一 保纳保率作为政绩指标 许多实际低收入人口 被排除在官方统计外 才能美化参保率 根据中国国家医保局 7月25日发布公报显示 2023年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约13.33亿人 参保率95% 居民医保基金 当期节存 112.06亿元人民币 累计节存 7663.7亿元人民币 该公报称 医疗救助脱底增强 当年度帮扶农村低收入 1.86亿人次就医 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 参保率99% 且全国普通门急诊 曼特病急住院异地就医 2.43亿人次 异地就医总费用 7111.05亿元 是历年最高 对中国吹捧异异地就医的便利 王战喜说 异地医疗支出费用的激增反映 中国城乡的巨大差异 也彰显其医保制度 无法满足农村需求 或农民进程看病和报销的困难 他说 中国异地就医人次虽持续增长 但有更多人无力异地就医 王战喜告诉美国之音 医保基金主要是以省来管理的 异地结算有难度 会限制民众就医的便利性 跟申请医保的可能性 这种制度的障碍 在中国公民身份 存在制度不平等的情况下 其实医保本身就是 还蛮实际的问题 医保基金管理不透明 是民怨导火索 王战喜还说 中国医保基金的不当管理 和不法使用的饱受批评 如新冠疫情期间 许多地方政府挪用医保基金 购买核酸检测 或盖方舱医院 这些本应中央政府 买单的公共卫生支出 造成医保基金收支不平衡 在台北的政治大学 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也说 中国医保基金自成立以来 其残缺不全的跛脚 管理制度一项都不透明 包含收费和调涨标准 都由中共官僚体系制定 相较西方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 多由第三方的信托制度 管理公开透明 并依科学统计和客观标准计价 莫纳什大学的史赫林 则分析中国医保 引发民怨的原因多 其中收支不透明是最大问题 但中国治理经济失当 导致民众不信任政府 对官方数据多有质疑 官民对立的情节难解 他还说 多数中国民众 对保险的理解也有偏差 普遍认为 我不生病 医保费等同浪费 用在别人身上 而轻忽保险署预防性的本质 且自2020年起 中国医保涵盖范围收窄 原先公共账户能覆盖的支出 由私人账户负担 导致民众的心理落差 史赫林告诉美国之音 缴费者就造成一个矛盾心理 我每年在缴的钱是越来越多 但用来报销的药种是越来越少 可以报销的部分比例越来越低 民众的期待跟实际效益差别比较大 医保年年涨引爆民怨 但也有部分民众表达理解 位于上海 不愿具名的杨小姐就以书面告诉美国之音 调涨金额不大 生活不受影响 以年迈父亲为例 杨小姐说 我老爸交了一辈子医保 现在生病就免了大部分费用 让他对医保还是心存感念 不过就他观察 身体健康少生病 却还要缴医保 以及生重病 医保却覆盖不完全的两类人 对医保最不满意 低收入互无力负担增长的医保费 此外 中国寿新阶层 近年收入整体下降 农村居民及低收入家庭 也由受重创 社媒传出 病患因无力支付医药费 而滞留医院 或走上绝路的多起案例 凸显中国医保的困境 也恐引发退保潮 或凸显中国医保制度设计的 不可持续性 据新华社 去年10月26日 引述民政部 社会救助司司长 刘喜棠的数据显示 当局已归集 6600万低收入人口信息 据已提供救助 另就中国国家统计局 2月29日发布的公报 2023年 低收入人口的全年 人均可支配所得 在人民币9215元 约1300美元 政治大学的宋国诚说 中国寿新阶级 遭逢失业 降薪等困境 政府不仅为扶持 还借由医保 社保 学费其涨来开拓裁员 是 向人民敛财 收刮民之民膏的 不义之举 他形容中共政权 是温饱政权 执政和法性 非来自民主选票 而是建立在 喂饱人民的前提上 因此 中国积累的民怨 并非源于政治意识形态 而是生活条件恶化 日积月累下 恐成集体性的 绝对剥夺感 催生群众抗议 根据全球数据库 Nanbio发布的2024年 全球医疗照护指数 Healthcare Index 中国全球排名第34 在31个亚洲国家中 排名第12 中国医疗内外有别 民怨炸锅 在医保费用上涨的消息 出台的同时 观察者网等 多家媒体 8月27日 以抖大的标题宣传 配置相当于 三级甲级医院水平的 中国海军医院船 和平方舟 在南非提供 7天免费医疗服务期间 已就职1300人时 消息出台后 随即引爆中国网络 相对剥夺感的民怨喷颈 阅读量 不仅于24小时内 超过1.1亿 更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首 不少微博网民 留言讽刺 这船什么时候 能救救贫苦的 中国老百姓 这种新闻国际上报道 才有效果 你在国内老百姓面前秀 只会让一些人 感到自卑扪心自问 我们是怎样 对待自己的国民 网民舆论 对医保费用的合理性 和实际效益 大表质疑与不满 如财经博主 财经陈斌发文称 从刚开始 2007年的10元 人民币 到现在的400元 人民币 这个涨价幅度 确实太高了 来自福建 网民依然寻觅的 微博用户 也留言称 一家子 医保费快2000 人民币了 快交不起 半个月工资了 而位于北京 网民 水果罐头盖的 微博用户 则大探生活的 入不敷出 工资没涨 物价涨了 各种缴费涨了 还让促进消费 针对民怨炸锅 在台北的政治大学 国关中心研究员 宋国成分析 中国到南非 免费医疗 乃基于国际人道救援 也带有地缘的 政治野心 但仍凸显中共 宁可搏国际掌声 服务大外宣 也不愿把资源 用在人民的 基本民生服务 宋国成告诉美国之音 宁与外人 不给加奴 中共有资源 宁可做这种 国际的大外宣 反而对中国 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 没有达到 文生就苦的情怀 中国民众 相对的剥夺感会 进一步的泛滥 成为对于政府的 不信任和不满意 澳大利亚 莫纳什大学的 经济系教授 史赫灵也说 身为大国 中国有责 对发展中国家 提供免费资助 但其内外两套标准 对大外宣国家 提供的金援和福利 结高于中国公民 让老百姓 一心生不麻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 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 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 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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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